土耳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擴難死亡人數增至282人 另外土耳其一個主要工會號召星期四舉行全國的罷工 土耳其公務員工會聯盟代表著數十萬公共部門的職員 該工會說舉行一日的罷工目的是抗以土耳其擴者惡劣的安全環境 救援人員在一場因電路問題發生爆炸 引起煤礦深處起火的擴難後繼續搜尋生還者 這場礦難發生在伊斯坦布爾爾南的索馬鎮 有關官員說礦井內的火仍然未撲滅 應救行動受到阻礙 據信有120人困在井下 救援人員希望被困的礦工已經進入所謂的安全屋